首先我们准备一个隔壁小媳妇送来的杏猫菇 然后我们用削皮刀把它削成一条一条的 在削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摁紧削皮刀 否则呢这个杏猫菇就会断掉 削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杏猫菇我们再放到一个盆子中 接下来我们加入蚝油 一小勺的食盐 然后加生抽 用筷子把它们均匀地搅拌在一起 一定要搅拌匀 搅拌好以后放在盆子中腌制十分钟入下味 时间到我们现在已经腌好了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盘子 里面加入些玉米淀粉 把腌好的杏猫菇我们给它裹满 淀粉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下锅炸 锅里边加入油 油量少一点 油热以后下我们裹好淀粉的杏猫菇放在锅中 给它慢慢煎 或者呢在家里用空气炸锅也是可以的 煎好一面以后我们翻面 把两面都要给它煎制金黄 煎制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我们炸好杏猫菇均匀地给它摆放在一起 使音一下大家可以听 非常的脆这个声音 然后我们用刀把它从中间一封为二 切好以后我们放到一个盘子中 我们再撒上一些自然粉 再撒一些辣椒面 这样咱们的美食继承 杏猫菇这样做比烤肉还好吃 舀上一口非常的酥脆 这样做出来杏猫菇呢 把隔壁下的小孩都馋哭了 今天杏猫菇的这个做法就分享给大家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 有时间给家人做做事吧 麻烦用您发财的小手在这里帮忙点转发收藏 让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方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白老白